今天我们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腰胯 俗语说 宁传十全 不传一胯 没理解的时候 认为是故弄玄虚 自从有了体会 就被先人的智慧彻底折服了 今天我就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腰胯的不传之秘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将分两部分详细讲解 请大家耐心领悟 一旦掌握 你将终身受益 尤其是胯 胯是身体的核心 是万象轴和稳定器 是力量的源泉 是周身松活灵动的根本 可以说 不懂胯几乎无法领悟太极的妙境 如果说 人的脊柱是身体的主粮 而腰杆子就是这个主粮的基石 胯就像大地 稳固地承载着这根主粮 可想而知 腰胯出了问题 就是根基的大问题 但现实很尴尬 恰恰这个大问题 却大概率地发生在多数人身上 出现问题的原因也很简单 主要是日常不经意的错误习惯造成的 比如 我们在拿东西洗脸的时候 习惯以腰椎为轴 弯曲身体 日久天长就会造成腰椎肩盘突出 但如果以胯为轴 就会很好的保护腰椎 久坐 久站 脊柱过度凝转 就容易改变腰椎 自然曲度和结构 造成肩盘损伤退化 和肌肉筋膜老损 不独锻炼和负重 就容易造成滑脱和肩盘变薄 发生蜕变 由于常年的积累 很多人的腰胯 变成了一块僵硬的丸石 沉重 凝质地横在身体的中间 走路跌跌撞撞 起落 笨重无力 很多打拳 站桩的朋友 由于不了解腰胯的正确使用方法 不但达不到养生的效果 却造成腰胯的持久伤害 那么如何正确使用腰胯呢 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腰胯的骨骼结构 这是我们的脊柱 脊柱分为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 尾椎 整个脊柱像一条龙 有四条漂亮的弧线 这个弧线是为了减压减震的 所以我们要保持好这些自然曲度 人为使它过弯或过直都是有害的 每个椎骨中间都有个柔软的小垫 叫椎间盘 也是用来缓冲脊柱压力的 这个小垫子太重要了 如果你的脊柱总是过弯 这个小垫子就会被挤压到后面 碰到了椎管里的神经 就会痛苦不堪 脊柱当中 腰椎这一段是最出壮的 也是整个脊柱的基石 它有个向内的自然曲度 用来缓冲身体压力 重点来了 腰椎的最底层与底椎相连 为了以后沟通的方便 我把最下面的这块腰椎叫腰根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以后会经常提起的 现在再来看一下什么是胯 这两块最大的骨头就是胯 胯的学名叫宽骨 由恰骨、坐骨和持骨组成 大家注意 在两块之间还有一块骨头 叫底骨 两块和这个底骨组成了骨盆 它们有很结实的韧带 绑附在一起 成为完整的一体 这个底骨太重要了 它既是骨盆的一部分 也是脊柱的一部分 是脊柱和骨盆的枢纽 底骨的顶层 一底椎有个很粗大的圆盘 连着腰椎 拖着腰根 这里再画个重点 由于底骨和两块 基本是一体的 几乎不能独自活动 为了沟通方便 我们把这个拖着腰根的 底椎圆盘就叫跨座 同样记住这个名字 腰根、跨座 是以后我们交流的核心语言 非常重要的概念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清楚了 整个脊柱 通过这个底骨固定在骨盆两块上 形象点说 骨盆就像一个花盆 脊柱就像种在花盆的树木 而这个底骨就是这棵树 深埋在花盆里的根 骨盆的动作直接影响整条脊柱 影响整个上半身 为了沟通的方便 我们把这个骨盆就叫跨 骨盆两侧就叫两画 有了上面的腰根 画、画座的概念 以后的沟通就方便多了 下面我们就讲解如何正确使用腰胯 正确使用腰胯 其实先人早就有了绝妙的智慧和方法 就是松腰、坐胯 看似简单的四个字 却让无数人忽视和误读 松腰就是放松绑腹脱椎的肌肉筋膜 但要想放松腰肌 就需要有个条件 就是腰椎要正 如果腰椎像积木一样 不用手扶着 就能中正地立在那里 那么肌肉就可以放松了 那么腰椎怎样才能中正呢 腰椎中正在于胯 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根木条 如果没有手扶着木条 还让它不倒 怎么做到呢 那就要看我手指头的功夫了 把这根木条比作脊柱 木棍的末端比作腰根 我的手指比作跨座 跨座与腰根的结合度 平衡和灵活度 决定了脊柱的中正度 下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看看怎么能做到腰根 跨座中正相合 首先屈膝松胯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小动作 就是这么轻轻地向上翻一下胯 这个小动作就是在摆正跨座 当然所谓摆正跨座 并不是让跨座圆盘平口向上 而是相对地与腰根稳妥契合 实现自然中正 这个松胯后的轻轻一翻 就是调稳调正了跨座 腰根稳妥的一放 就是坐胯 所以坐胯 就是腰根好好的坐在跨座上 为了更直观地体会这个坐胯 大家也可以找个高点的椅子 坐一下试试 那种松胯翻胯 腰根坐胯的感觉 会更明显 现在我们了解了要想松腰 一定要先坐好胯的道理 那么到底坐胯 坐到什么程度 才是中正的呢 这就是我们打全站桩 要体悟和训练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有高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脊柱的曲度 跨的灵活度千差万别 你需要在站桩 你需要在站桩行选走架中 不断地调试 感觉才能逐步找到最佳角度 渐入佳境 就像我手里的木条一样 仅凭道理是立不起来的 要摸索尝试 才能让它稳稳地立起来 这个摸索的过程就是训练 老懂了腰跟跨坐的中正气和 脊柱就有了稳固的根基 坐到了松腰坐跨 才能真正坐到 虚灵顶尽 沉间坠肘 含胸拔背 气沉丹田 浑圆一气 下个节目 我会继续讲解腰跨游动中的艺术 敬请留意